下面引菩提心论业 求菩提提 发菩提心 修菩提心 这三句话 发脏必求做到了 求菩提心 这是他的心 真的发菩提心 菩提心发出来了 菩提心 我们这些年 用经典里面的术语 简单明白把它标示出来 菩提心的体 真正 菩提心的自受用 真诚心对自己 就是清净平等 救 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 保持我自己的心地 清净 平等 聚而不明 这对自己 对别人呢 对别人是大慈大悲 慈悲对人 清净平等 就对自己 都是真诚心 这叫菩提心 菩提心 发了 要修菩提心 自己 齐心动念 跟菩提心 这十个字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要相应 这十个字呢 确确实实 是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 就是这十个字 这十个字 就是自己的心 你菩提心 修成了 心要修成了 它起作用 就是言行 言语 跟身体的造作 那就是菩萨行了 没有菩提心 学菩萨行 学不想啊 一定要真正修 它才会想 所以发心是第一 发心之后 要修行 行就是真感